吉安警分局传出有多名警官染疫 连分局长也确诊了 被爆料是因为长官带头喝花酒 对此花莲县警察局严正博士表示 经过调查这只是一般餐厅 而各个分局目前也实施分流了 不会影响到勤务工作 花莲县吉安警分局疫情拉警报 截至目前至少有9人确诊 甚至爆出是官警高层喝花酒导致群聚 严正博士并无喝花酒的心情 那经常该餐厅是属于单纯的场所 并没有包厢 花莲警局出面驳斥 场所很正常 不过这位带头的吉安分局长陈卫文 可是出了名的爱喝 5月2号当天在民间有人邀请下 参加一场餐序活动 同桌的还有吉安分局里 两名组长一名巡官 当晚没喝够一嗣唆脱继续喝 结果四个人统统染疫 就是有参加的同仁都有确诊 那本局也多次的要求同仁来减少聚餐 以及餐序的联礼 疫情期间上头早已多次劝导 餐序得要避免 可是吉安分局长自己都没以身作则 就怕返回工作岗位后几天 让病毒在分局里蔓延开来 其他的组的同事是还没因为 这次的餐序而造成 其他的一个染疫的一个状况 至于原先爆出喝花酒的传言 还有一个说法是目前警方 频繁前往八大场所集察 因此遭到误解 但究竟是因公确诊 还是私下到八大场所染疫 一切还要调查 记者综合报道